写信给撒迪教会 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 说 那有神的欺凌和欺青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明 你是火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 坚固那圣侠将要衰微 原文是死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能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能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撒迪 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胜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色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众使者面前 圣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祝事 第一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 说 那有神的欺凌和欺星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所有神的欺凌和欺星 撒迪教会的信仰生活有许多不足 因此神告诫该教会 要按照信仰去生活 在这里 神对撒迪教会的仆人说 爱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神这样说 意思是撒迪教会仆人的信仰 出于实际目的 都是死的 第二节 你要警醒 坚固那圣下将要衰微 原文是死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主不再允许撒迪教会的使者 继续这样信仰 他责备该教会 是因为他没有完全信仰神的道 圣徒没有全心全意的信仰神 写认文字的道 就等同在神的面前犯罪 尽管圣徒软弱 如果他们坚定地信仰神的道 他们在神面前和人面前 都会被高举 要成为具有完全信仰的圣徒 我们在生活中 必须真诚地信仰 和遵循神的道 这样才能使圣徒没有完全 第三节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能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是能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早期教会里的圣徒和仆人 必须做出不计其数的牺牲 才能聆听和遵循水和圣灵的福音 因此主告诫他们 不可当时对水和圣灵宝贵福音的信仰 这福音 他们投入了很多的牺牲 甚至生命才得以领受到 信徒们必须坚持水和圣灵 完全拯救的福音 明确地向神显明其信仰和行为 被拯救的人必须始终牢记 他们最初听到和信仰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活着就要感谢拯救的恩典 重生的圣徒和普人们必须始终思考 他们从主那里领受的福音 是多么伟大和何等的赐福 否则我们就会站在余人的立场上 就不会知道主要在什么时候返回到地球上 第四节 然而在撒迪 你还有几名是卫生污秽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然而主在这里告诉我们 撒迪教会仍有少数的信徒 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 坚持他们的信仰 主还说 这些信徒会作为神的仆人 披戴在他的义里 与他同行 他们能够与主同行 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值得与主同行 信仰受神认同的圣徒 无论神霸他们引向何方 都会跟随着神 他们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 表明由于他们信仰了主的道 未曾屈服于天下的事情 那些因信仰了主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 而穿戴了义服的人 会坚持神的道 而不会和这个世界妥协 换句话说 他们与错误福音之间 画上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那些信仰主的福音 并在世上过着顺他而行的生活的人 就穿了白衣 正因如此 主始终与他们同在 因为他们信仰他的道 始终顺从他 第五节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色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那些及信仰神的道 而战胜这个世界的人 将永远地作为圣徒 披戴在神的义里 同时侍奉主的工作 主会认同他们的信仰 并将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色里 他们的名字将永远不会从生命色里被涂抹掉 主的应许告诉我们 具有真信仰的人 在与神的敌人做信仰斗争中 肯定会赢得胜利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 白衣指在与神的敌人 做信仰战斗中所赢得的胜利 信仰的得胜者就会受到赐福 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从生命色里被涂抹掉 他们的名字还将被书写在新耶路撒冷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这里认他的名 指主会认同他们的信仰 第六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就真信仰的人 始终能通过教会聆听圣灵对他们说的话 因此 他们与神生活在一起 并不断地接受圣灵的指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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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